为期三天的高雄市啤酒节呢是正式开幕了 不过昨天第一天晚上却很不平静 因为有不少民众是喝了酒之后就开始闹事 甚至还攻击了工作人员 警方在现场是疲于奔命维持秩序 还将两名严重闹事的男子带回警局 来自对岸酒店的男子不停的胡言乱语 甚至还莫名其妙突然用脚攻击在场的工作人员 虽然一旁的友人不停的道歉 不过却始终无法阻止这名黑衣男子酒后恶劣的行径 不但打人路骂远警还试图要逃跑 人家要告你 你还走 你把那个爬掉 没有没有没有 怎么讲都讲不听警方不得已 只好先将男子制服在地 不过这一头还没有忙完 另一头又出事 我现在是骑人家的机器 我被你打开 你把你打开 丁几九队男子也开始对着警方大呼小叫 怎么劝都劝不听 你别骑人家的 我现在要带回派水 男子事后不但攻击远警 甚至还躺在地上耍赖 警方只好用抬的将惹剩的男子带回派出所 你不骑人家的电话 我没骑人家 我没来做 不过这两名酒后闹事的男子 一到了派出所 一个在车上抱头痛哭 黎明马上变得彬彬有礼 道重市举办啤酒节 一般单位却根本没有能力处理这么多酒后闹事的男子 一整晚这个是大小纠纷不断 反而苦了到场维持秩序的远景 一整晚